黑襯衫 卡其褲 白布鞋 輕便打扮現身投票所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帶著兒子一起投票 人在中央 心細地方 已經破壞港都藍圖 但始終沒鬆口 下一步 下一站等一下會去喝一杯博寶 是否重返高雄 過去的日子鋪陳有機可循 站在大雨裡 閃下的人指揮若定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罷韓投票前半個月 才南下高雄勘災 此情此景引網友刷爆留言 有人說真正高雄市長來了 有人直接稱他陳市長 陳其邁 真不好意思 陳其邁 真不好意思 我老六不搞 承認敗選深深一鞠躬 民進黨長年執政的高雄 在陳其邁手中搞丟 當時黨內初選 陳其邁輕鬆幹掉三競爭對手 輕敵的以為投過身就過 沒想到被韓國瑜擊落 戰敗後他這樣成千 我跟陳小米的照片 當我跑過你身旁的時候 大家可以揮揮手 選書高雄市長陳其邁進行暖男大改造 更進中央高升副隔魁 是蔡總統很引重的鷹派幕僚 今年台灣防疫模式成功 口罩實名制及國家隊 陳其邁也是護國工程之一 包含投票通過 民進黨投入高雄市長補選 陳其邁成最大鞏約數 如果蔡主席有征詢我的意見的話 那我會很鄭重的推薦 陳其邁副院長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現在正當性最強的就是陳其邁副院長 現在談這個還言之過早 那我現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還在等眾星鞏約嗎 雖然新潮流和海派立委 對外表態挺陳其邁 不過6月6號投票前 海派也放話 陳其邁不能當本辛龍 這次主導這個高雄的 霸函工作的整個主導團隊 是由新潮流為基礎的團隊 我不認為新潮流會全力支持陳其邁 海派對陳其邁表示有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就是這個冰山的一角 消除敵軍障礙 可是還有黨內這關要過 2005年陳其邁短暫代理高雄市長 2018年再與高雄市長擦身 現在看似距離更接近了 只是沒人知道路上會不會再殺出陳咬金 記者陳虛 沙玉銘台北報導 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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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